大家好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柳瑾崇慧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ey四葉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Ferlene Jea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徐明杰 Yeah 我大家的粉絲都非常的多 相信這部電影大家也都會去看對不對 OK 但是這時候呢 首先要來關注一下 問導演 導演為什麼呢 會想要拍這樣子一個題材的電影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講了很多次了 陳寗也聽了很多次了 那我記得我還沒有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去訪問了很多年輕的朋友們 問他說 如果我們拍新加坡電影的話 你們會看嗎 那很多人都回答我說 好像新加坡電影我很少看 那我說 那通常你看什麼 他說 我們買票通常都是去看Batman Superman Superman X-Men 什麼東西的 那一下那我就在想說 如果現在年輕人都不看新加坡電影的話 那10年後或者10年後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說 不然我們拍一部電影是給年輕人看 也給家長看 然後把他們的故事放在大音樂上面 所以就有這部電影了 對 那其實導演可以從很多題材當中選擇嗎 那你為什麼會選Cosplay呢 因為Cosplay其實是一個比較另類的嗜好 那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只是想拍一部 反映年輕人在新加坡生活的一部電影 那我們要拍一部立志電影 我們必須要給他一個才華 那我們想他應該要做些什麼東西呢 因為如果要立志電影的話 他喜歡的東西應該必須是比較冷門一點 我們想Cosplay挺好的 因為現在Cosplay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 而且在服裝上啊 可以有很多很亮麗的東西 和很多不同的顏色可以呈現在大音樂上 而且也沒有人拍過 是 絕對是個新題材 相信對我們的演員們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首先我們先請所有的演員們 來介紹一下自己在電影裡頭的角色好嗎 我們先從Jordan開始 我演一個八歲的小孩 他在戲裡面玩皮 他也喜歡芒果和Cosplay 他常常在家會用家裡的東西 來做自己的服裝 他也會 他也會 他也會懸根做服裝 啊 大家歡迎我們的Jordan掌聲好嗎 我告訴你們Next的朋友 你們非常的幸運 因為其實呢 在剛過的週末 我們舉辦了兩場粉絲見面會 那兩場呢Jordan都是以英語介紹的 但是今天他首次以華語 來介紹自己的角色喔 哇 非常的厲害 OK 那演他哥哥的Aloysen 這戲裡面也是一個叫Royston Cho的角色 也就是Jordan的哥哥 我算是一個宅男啦 就常常待在家 然後把門關上都不懂他在做什麼 不過在學校就是一個很低調很窄很安靜 就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一個角色啦 不過他就有熱愛著漫畫 所以之後認識了一半朋友 大家就一起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好 那CHL的話呢 我在戲裡也飾演的爵士是一位叫Violet的女生 然後Violet她呢其實是 她長得很漂亮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面很紅 然後她特別喜歡人家的關注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膚淺的女生 然後在學校裡面是風雲人物 然後男生很喜歡 女生可能稍微有點妒忌她 然後總之就是一個 不是很能夠和她很好相處的人 不過她其實呢 是一個對朋友真的非常用心的人 只是往往會用錯的方式 然後呢其實她心裡也是一個很脆弱 然後很需要關懷的一位女生 所以大家可以在電影裡面慢慢的摸著到 她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到後來她又有了什麼樣的改變 好Peline 我在 謝謝 我在電影裡面是演反派 然後我叫Yumi 在電影裡面我是一個很有名的cosplayer 然後在 這戲裡面人氣很旺 可是 到最後我們也有一個cosplay competition 然後誰贏誰輸 我們要一起看電影才會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那明潔呢 我在戲裡面飾演的叫成君 那在戲裡面主要會扮演很多不同類型的動漫角色 那其實應該蠻難找的海報上面 我剛才問的他們 他們說他們找得到喔 原來你有張沒張看都一樣 不是是因為大家就已經跟我們跑宣傳跑了很多次了 對 感謝你們 那還有就是 我在戲裡面主要好像是有一個特別的身份 那我的師父也很神秘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裡面看一下 因為明天也是我們的首音會 對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那請問眾多演員是首次第一次合作嗎 我相信一般年輕人在一起呢 肯定會擦出很棒的火花 在拍攝過程呢 也肯定會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發生的 那你們最難忘的是什麼呢 最難忘的應該是我們在學校拍攝那些上課的場 因為老實說我們離學校也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能夠回到學園 然後在那裡跟大家一起拍學生的戲 我覺得會帶來很多回憶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為你們帶來一些回憶 無論是你現在還在求學 要不然你已經畢業了一段時間 只要你看到這些戲 你都會想起你讀書的那一段時間 是 那對於第一次 在螢幕上出現的Jordan 你覺得有什麼好玩的嗎 在拍攝過程當中 在戲裡面 導演一直 罵你 因為我一直做錯 我罵你很好玩啊 好玩 在戲裡面 搬很多人 很興奮 我覺得這個 畢生難忘的經驗對嗎 好 那我很好奇耶 弟弟因為第一次 而且你是最年輕的嘛 相信哥 姐姐還有哥哥們都非常的照顧你 有沒有一個是你最喜歡的姐姐或哥哥 沒有 有嗎 大家都在咳嗽了 在輕喊當中 下次沒有 因為 全部都一樣 全部都一樣 對 一樣 你們上台之前都有給他50塊是嗎 沒辦法 沒辦法 官方的答案 好啦 那當然這部電影呢 是關於cosplay的嘛 相信大家也都有cosplay的成分 像是明杰部分 剛才說嘛 扮演了很多 那至於讓你難忘的這個角色是什麼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想說 其實在戲裡面最難忘的其實是 明杰的衣照杯 衣照杯 對 不要羨慕 各位女生朋友們 不要羨慕 這個是人造的 不要羨慕 而且我聽說 偉忠啊 還有導演啊 都有播過這個衣照杯 對 沒有 重點是更好笑的是 有一次我跟Alicious在拍 在商場裡面很多人 對 然後我就買了一杯咖啡 我就覺得 沒地方放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放在這個照杯上 就正好可以放 對 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啦 本來我們跟他做那個 假的胸的時候是 可能是C cup了啦 然後C cup放下去 在他身上是太過小了 結果我們要去Enlash整個東西 要依靠 哇 所以明杰 戴上衣照杯的感覺如何 就是 我很心疼每一位女生 走路不平衡 就往前衝 拜託 我們也不是每一位都衣照杯的啦 是 我們也希望能夠衣照杯 但不是這樣的齁 那相信這部電影呢 其實也會讓你們有一些共鳴 因為畢竟是 誒 念書時期嘛 那 你覺得最能夠 讓你回想到的 這個部分是什麼呢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 relatable的 在整部電影當中 我們請四葉草來說一下 其實就是上學的那個時光 因為其實離我中學的時候 還不會很遠 然後就 突然又可以穿回校服的感覺 還蠻開心的 而且我本身的角色 其實有一些 在追求夢想的路上還蠻像的 因為也是 就是碰到一些父母 當時的不支持 然後 對啊 其實當時演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 好像又回到當時的時光 怎麼去重複的 去再去證明自己這樣 是 因為其實 CX我們都知道嘛 唱歌非常的好聽 那 當他想要當歌手的時候呢 其實是遭父母親的反對 但是你還是 一意固形的 追求自己的夢想 因為當時在 就是面對會考 然後 然後 當時就是很怕 父母很怕我 就是 突然就是 不會 兼顧好兩邊 一個是學 一個是夢想 然後當時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 就我每天在房間 拿著那個 鏡頭自己講話 然後講這種東西 有出路嗎 這樣 然後 後來就慢慢的 證明給他們看 欸我 兩個都可以做到 OK 那其實不只是四月草 在台上的每一位 都有自己的夢想 像是 欸Fernene之前呢也是 呃 出自一個 韓國女子團體Scarf的齁 嗯 是 所以自己也是 很勇敢的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的嗎 我 當時真的不懂 I don't know what's in my mind 我其實現在想起 我也不懂 我怎麼 怎麼過的 在韓國四年 因為語言都不同 然後 在那邊朋友也沒有 家人也不在 唉 因為夢想很強 所以就堅持到第一分 是 夢想就是如此 有這樣子一個 呃 大大的力量了齁 那 韋鐘而言呢 韋鐘也是喜歡演戲 而且近期也發現 欸自己是真的很愛這份行業 也算是自己的夢想吧 對嗎 我得老實說啦 小時候的我很討厭演戲 因為那個時候當一個童星 我覺得 很辛苦啦 你在街上 然後被人家嘲笑 在學校被人家取笑之類的這些東西 所以那段時間我離開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開心了一點 不過到三四年前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入行的時候 我才發現到原來 這是我一直以來想要做的一份工作 我也 也在那一剎那才認定 這是我 一深度可以做的一份工作 當初 最大的 有 有一個 滿 遇到的一個 滿 蠻艱難的一段時期的時候 是 我在演 小子當家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部主角的戲 然後 很多人就跟我說 哇很好啊 戲都開了啊 以後就有很多工作機會啦 不過當小子當家播出的時候 我 半年沒有工作 整個半年就 一份演戲的工作都沒有 都沒有人來找到我 所以呢 那段時間 為了要賺錢 也為了要 為自己的將來做打算 我就曾經想過要放棄這個行業 不過 很 很清醒的是我見識到現在 因為 如果當時我真的放棄的話 或許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裡 所以 或許這樣子一個特質 也是跟戲中的角色有相同之處吧 就是 一直追尋著自己的夢想對吧 對 就堅持自己的夢想 勇敢去追求 不要放棄 對 那剛才說到同情 那Jordan你會不會害怕呢 演了這個角色之後 如果到學校大家都笑你 會嗎 不會 因為他們 他們知道我是因為 不能 怎麼說啊 你想說什麼呢 他們都尊重你的夢想 他們都尊重你的夢想 現在很紅了你知道嗎 我們前幾天去那個 學校 去了他的學校 哇 那些小朋友都瘋了 把他當Superstar這樣 真的 我們去都沒有人管我們喔 只是 他的歡呼聲是最大的喔 對 當天我也在場 我就會在場的朋友們 It's Jordan the good boy 他們都 Yes 你很紅 你很紅 那明杰自己也是有一個夢想的嗎 之前其實 甚至想要成為歌手這樣子 對嗎 我在來新加坡之前 跟新傳媒簽約之前 在上海有簽一家台灣公司 對 然後 有發一批 但是之後就是 就是來到新加坡 對 也是 就是 離鄉背景 從上海來到這裡 那不一樣的是 當然我也有遇到過困難 遇到難過的地方 可是不一樣的是 這裡 給我的感覺是溫暖的 因為還有一批我的家人 在這裡 隨時等著我 哇 而且有分尼射嘛 對吧 好啦 那最後呢想問導演還有演員們 為什麼 一定要看這部電影 來你們星期四就上面 我們先請導演來說一下好嗎 我覺得如果 你一生中有夢想的話 你必須要看這部電影 因為 它反映了新加坡人 很多的一些日常生活 然後 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會有想要做一些東西 然後 之後呢想了之後 就跟自己說 哎呀 不可能啦啦 不要去想他啦 所以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覺得是錯的 因為 有的時候 你不是 他就 不會成功 可是你有事 可能他還有機會成功 所以要大家勇敢去追逐夢想 然後這部戲呢 如果你是 小孩 你不明白 爸爸媽媽 為什麼整天牢牢叨叨叨的話 你要看這部戲 如果你是父母親 你也不明白 為什麼你的孩子很怪 就是整天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面 不跟你說話啊 有這種叛逆啊 你要看這部電影 看了你就會明白 好 好 Jodan為什麼一定要看這部電影呢 我覺得一定要看這部電影 很有自己的夢想 而且這部電影真的參與了 有很多很著名的藝人參與了 就比如說 比如說 依鳳姐啊 革命啊 灰哥之類的 他們都是很棒很棒的喜帝演員 所以希望你們大家都會多多支持 也希望你們大家會喜歡這部電影 好 接著來是月草Joyce 呃 最不一樣的 我覺得就是 最 最 young and 最 fabulous 的電影 然後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裡面真的有很多 很資深的 演員 然後 然後我覺得 這個戲真的可以帶給大家 很多的鼓勵 然後如果你現在正在追求夢想 然後有人在數落你 或者是你覺得 你自己可能做不到的話 也可以拉那些 就是 但是數落你的人一起去看 甚至是你的父母 嗯 是 顧名思語 young and fabulous 如果你是 young 還有fabulous的話 一定要看咯 那Ferlene呢 這是我第一次演戲 然後 是我第一次會再答應我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支持我們 還有我們真的放很多心血 在這個電影裡面 所以 明天誰會來的 希望你們可以 看那個電影 然後喜歡那個電影 還有跟我們講說 我們應該 哪裡可以 improve 因為也是我第一次 謝謝 好 那明杰 呃 就評測我們 每一次化妝三個小時 大家進來看一下 我們的化妝師 所做出來的 節奏是怎樣的 對 因為cosplay真的是花了很多時間 經歷呢 上妝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有請我們的導演 還有演員們呢 在台下坐一下 因為我們呢 有一個環節呢 是希望我們的導演 還有演員們呢 來當評審的喔 OK 現在在台下